第九十二集 这完全是一命搏命的打法 就看谁更狠些 可就在这时 林明的身体骤然后退 火攻一刀斩空 但是他也逼退了林明的攻击 只要神风雕没事 落到地上 他就占了绝对优势了 可就在这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林明身体虽然急速后退 但是他手中的重旋软银枪却猛然伸长 明文之计枪钢 实际仗长的枪钢 如同血色匹炼一般猛冲出来 明文符钢附带的技能就是枪钢 以真元凝聚成枪的一部分 只要真元足够强大 枪就可以无限的延长 枪钢毫无悬念 穿进了神风雕的身体 携穿心肺 神风雕发出了一声惨叫 身体猛然失去了平衡 真元化心 立立如斯 林明根本就不给火工办点机会 手中重旋软银枪一抖 达到化形程度的震动真元猛然爆发出来 五千多股真元如同五千条胸利的蛟龙一般 冲入神风雕体内 把他的五脏六腑全部震碎 神风雕浑身喷射鲜血暴体而亡 你找死 火工双目赤红 脚踏神风雕的破碎尸体猛然一跳 借助反弹之力斜冲出去 同时他口中发出一声尖笑 呼唤另一只神风雕向他飞来 林明怎么能看不出他的意图 他双臂一盏 再提一口真元 长枪直指指 第二只神风雕而去 住手 火工目次欲裂 若是这只神风雕再死 他就完了 红莲烈鱼 火工大喝一声 身体爆发出熊熊烈火 一刀挥出 红莲绽放 仿佛天空都阴暗了下去 似乎这如诡异的红莲吞噬掉了太阳之光 当初林明和朱延一战时 最后关头 朱延曾经透支生命力 使出这一招 可是与火工相比 无论气势还是火焰的杀伤力 都弱了一大截 眼见灼热的红莲直冲而来 林明双臂横展如大鹏之翼 双脚以一个奇异的方式踏空而行 身体如风筝一般侧飞出去 这是金鹏破须的空中步伐 叫大鹏御风术 当初林明击败张冠玉 用的是风之意境配合基础步伐 虽然高等级身法武技不以步伐取胜 但并不代表金鹏破须 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步伐 红莲炼狱贴着林明的身体冲出 然而火工攻击中蕴含的能量实在太过强大 即便林明避过了红莲炼狱 却依然被红莲炼狱中携带的灼热之风给波及到 一时间气血翻涌身体翻滚着就斜飞出去 火工趁机挥出一根长边正缠在神风雕的爪子上 身体下降的速度骤然间缓 在翻滚之中林明瞥见这一幕 心中大急他时间不多了 如今距离地面只有三四百丈 翻手把重拳软银枪收入须弥界 少了一千二百斤的重量 林明顿时身轻如燕 再提一口真元 林明脚踏虚空直冲着神风雕而去 滚开 火工手抓成蝶 借了一档身体斜飞向林明 燃着熊熊烈火的一刀直劈林明而来 火工不愧为一只脚跨入后天的决定高手 即便他在空中有诸多限制 竟依然能忌试攻击林明 火工仓促挥出一刀 依然有着无比强大的威力 林明翻出重拳软银枪横枪一挡 身体倒飞出去 扑面而来的灼热火焰真元 吹得他须发全焦 林明在空中倒飞 提起一口真元压下胸中方棍的气血 眼睛锁定几十丈外的神风雕 这个距离已经超出了枪刚能够攻击到的极限 攻击距离不够了 林明猛一咬牙 右手一抹须弥界 竟然又出一把长枪了 这杆枪八尺八寸长 枪杆紫乌色枪头血红 正是很久不用的灌红枪 三 林明大喝一声 七八千斤的力量猛然爆发开来 震动真元灌着到灌红枪中 对准神风雕 猛的一枪直出 灌红枪破开了空气 发出如尖刀刻画冰面一般的利息耀声 光是听着声音就能想象着枪速的恐怖 此时火工刚刚一刀用老 冲劲一劫在半空中根本无从借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枪射向几十帐外的神风雕 这神风雕虽是三级凶兽 但是林明的力量强大到恐怖 最近又吞服了五百年血灵之 气血旺盛如火炉 扔出的灌红枪速度几乎要追上声音了 他又如何能避得了啊 神风雕被灌红枪毫无悬念的一枪刺穿身体 鲜血被带出去十几丈高度 灌红枪气势不简直冲云霄 火工发出暴怒的嘶吼 抓住长颠再度借力向林明一刀斩来 可神风雕已死了 火工借力不足 如何追得上领悟了风之意境的林明 一刀斩空火工的身体急速坠落下去 现在距离地面依然有一百七八十丈的高度 小子你给我记住 火工发出愤怒的嘶吼 身体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 林明举枪直追下去 不到二百丈的高度 不知道摔不摔得死半只脚踏入后天的武者 既然如此 我再添一把火 林明一斗重拳软银枪 明文之计枪刚 十几丈的枪刚直冲出来 林明双手举枪 对准火工狠狠就炸下去了 这种程度的攻击自然奈何不了火工 他举刀一挡就挡下了这一枪 然而这一挡的瞬间 火工的身体如同被马球棒击飞的马球一样 坠落速度暴增 我要把你碎石万段 火工愤怒的抱后 林明根本不予理会 他把真元疯狂的灌入邪神种子中的火精和雷灵之中 酝酿着雷火煞 趁他病 咬他命 他已经打定主意了 即便火工摔得奄奄一息 他也绝不留守 用出最强一击 毕竟对方是半步后天的武者 而且很可能出自七旋鼓啊 七旋鼓的武者要比世俗界的武者实力普遍偏高啊 比如欧阳迪花 虽然是宁脉中期 但是战胜世俗界的宁脉巅峰高手也不成问题 这个火工恐怕比起世俗界的后天武者也不会弱太多 面对如此强敌 林明可绝不敢有半点大意 可是就在火工即将狠狠摔在地上的时候 林明却脸色一变 他们此时地处南疆蛮荒森林 在火工跌入森林的瞬间 他猛然挥出手中的长鞭 正缠在了一根粗大的树叉上 该死 林明心中一致 没想到这森林的地形竟然坏了大事 咔嚓 虽然鞭子缠住了树叉 但是坠落的速度实在太快 那树叉直接被拉断了 火工重重摔在地上 随着砰一声闷响 地面直接被撞出一个人形的凹坑 火工头破血流 内脏破碎 肋骨都断了好几根 林明眼中金光一闪 他本来还存了立刻逃跑的心思 但眼见火工摔得这么惨 他改变主意 落井下石 斩草出根 否则火工吞下几颗极品丹药的话 恢复真元便会继续追杀他 林明虽然能凌空借力 但真元用尽他就会落下来 如果火工在地面追他 早晚追得上 去死 林明咬紧牙关 使出了十二分的力气 从几十丈的高空浮冲下来 随着他一枪刺出 他体内的雷铃和火精剧烈的震颤着 疯狂的火焰和雷霆之力如同绝了堤的洪水一样爆发出来 携身之力开启 长枪向下 枪尖直指 恐怖的雷火焦明和气暴声在空中回响 重旋软银枪就如同一发缠绕着火雷的流星指射下来 而就在这时重伤下的火工猛然翻转身子站了起来 他眼见林明一枪刺下 脸色难堪无比 他虽然浑身内脏破损 肋骨断裂 但是半步后天的武者真元渗入五脏六幅骨隔进脉 有真元守护这种程度下的伤还能勉强支撑一下 他本来想装成重伤将死 又使林明下来 可没想到这林明出手如此果决 也不探查他到底伤得多严重 一上来就是绝招 当然林明所谓的绝招 那枪身上的火焰 在精通浴火之术的火工看来也不过如此 毕竟是个一金气的小辈 修为不过如此 你那点火焰 你敢跟我拼 火工一声冷笑 浑身火焰熊熊燃烧 虽然他身受重伤 但半步后天的修为摆在那 怎么会惧怕一个小小的一金气武者 红莲妖言 火工大喝一声 他身后凭空绽放出一朵红色的莲花 火蛇的形状随之变成诡异的花瓣状 灌注了大量火焰真元的刀身 已经化成赤红色 仿佛即将融化一般 刚刚用出红莲妖言的火工猛的吐出一口鲜血 以他重伤之体支撑这样的顶级武技终究勉强了一点 该死的小家伙让我受了这么重的伤 我先弄死他再找地方疗伤 火工存了这样的心思 强行运转真元猛的一刀挥出 在刀身之上卷起一个巨大的火焰漩涡 他脚下的土地瞬间变得一片焦黑 一圈暗红色的热浪四散开去 热浪所过之处草木稀数枯萎燃烧 继而花长飞灰 相对林明枪身上的火焰 红莲妖言 无论气势还是那四散铺开的热浪都更加强大 然而面对如此强大的红莲妖言 林明枪身上的火焰 似乎被某种气势给牵引着沸腾燃烧起来 林明可以清楚的感觉到 从心脏中传来的滚滚热流和阵阵乌银 那仿佛是火精在兴奋 就在枪与刀相交之时 枪身上缠绕的雷火能量突然交织在一起 雷火煞 人本貌似弱小的火焰和雷电相遇 恐怖的能量骤然爆发开来 一时间声音仿佛都被吞噬了 众轩软银枪上的锋芒之气 如匹裂一般冲出撕裂大气 一颗雷火交织的光球 从众玄软银枪上冲出 正撞上了扑面而来的红莲妖言 碰 犹如惊雷的炸相 肆虐的真元如同潮水一般四散喷涌 林明如流星一般冲下 却又如稻草一般被击飞了 即便是火功已经重伤 他释放出来的招式竟然依然有如此威力 放滚中的林明凌空吐出一口鲜血 众玄软银枪一扫狠狠扫断一棵大树 林明借助着反弹之力在空中稳住身体 抬眼望去火功原本站立的地方 土地凹陷成了一个大坑 火功浑身是血 长刀成地 半跪在地上 这让林明心中一缩 半步后天的武者已经强大到这等地步了 他已经重伤了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开启邪神之力 用上雷火纱 竟然都没能杀死他 真元消耗太大了 林明没有继续攻击 而是拿出一颗纯净的真元石 运转混沌真元诀 开始快速的吸收真元 恢复实力 而就在这时 火功突然咧嘴一笑 焦黑的嘴唇下 露出了一口惨白的牙齿 就是这森然的笑容 让林明心底一寒 这个家伙还有余力 你真是让我惊喜 这真的是一个一斤 其武者能释放出来的武器吗 看来这个世界 已经变得我不熟悉了 好 好的很 我今天拼了折损修为 我也得杀掉你 否则留你下来 后患无求 火功爆喝一声 身体再度燃烧出红莲妖言 只不过这一次 红莲妖言弱了许多 随着火蛇从他体表冲出 火功再吐一口鲜血 显然已经是枪怒之魔 我就不信 你还有真缘放出那一招 火功双脚猛一踏地 焦黑的土地爆裂开来 他身体一冲而出 燃烧着长刀 直取林明手机 生死一现的一瞬间 林明的内心冷静如病 他右手横抓重拳软银枪 左手的拇指摸到了须弥剑 他无法再使用雷火砂 也就不可能挡下火功的刀 给我去死 火功一刀斩出 暴躁的刀器卷起了旋风 搅动起灼热的气流 与此同时 林明也一枪刺出 炼力如丝 五千多股胸利细长的真缘 如潮水一般向火功扑去 而在这真缘洪流之中赫然夹杂着一颗通体湛蓝的细小珠子 霹雳斜火珠 砰 用真缘将霹雳斜火珠引爆 与此同时 林明展开金棚破须身法爆退出去 一瞬间 太阳都仿佛失去了色彩 刺目的光芒如同无数金剑一般刺射开来 林明被这冲击波 再加上火功释放出的刀器给波及到 饶使他身体素质极强 又有太子赠送的人皆中品宝器紫金软甲 也被震得五脏破碎 口徒鲜血 然而火功更惨 他几乎是正面撞上了霹雳斜火珠 恐怖的爆炸能量肆意的倾泻在火功身上 极度重伤之下 他的护体身缘早就薄弱不堪了 如何能经得起这样猛烈的爆炸 他的胸口已经被炸得稀烂 鲜血混合着碎肉四散飞出 火功重重的摔在一颗大树之上 随着咔嚓一声脆响 人身粗的树干直接被他撞倒了 火功就如同死狗一样 在地面上翻滚出十几丈的距离 已经脱手的长刀旋转几圈 深深插入土地之中 怎么会这样 火功不甘的想要爬起来 但是胸口的心肺已经完全爆碎了 鲜血染红了土地 生机在渐渐流逝 我竟然死在一个已经既无者的手上 我不敢 火功伸手 想要去抓插在地上的刀 然而这时他又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猛然软了下去 就此身亡 可怜他并不知道 林明又霹雳邪火珠 再加上身受重伤 感知都迟钝了 否则怎么也不至于 发现不了林明真缘中夹杂的暗手 这也是命该如此 欧阳迪华做梦都没想到 林明会领悟一招 跟霹雳邪火珠 几乎一模一样的武器 结果误以为林明的霹雳邪火珠 被林明当烟花一样给用掉了 咔嚓 天空中闪过一道血红色的闪电 不一会之后就下起了暴雨 南疆气候潮湿 暴雨说下就下 这样的倾盆暴雨冲刷了血迹 林明拖着重旋软银枪 盘跚地走到了已经死去多时的活宫身边 扶下一颗疗伤丹 林明一屁股坐在了泥水之中 这场雨帮了我 林明喃喃自语着 他被爆炸的冲击波波击到 伤得太重了 南疆蛮荒中凶兽众多 若是血气飘散出去 很可能引来凶兽 以林明现在的状态 面对凶兽 结果可想而知 生死一险 好险啊 这是林明第一次杀人 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选择修武之路 迟早要遇到杀人的时候 林明早就有觉悟了 何况他在万沙阵中击杀的那些武者 感觉完全是真实的 和真实的杀人也没什么区别 林明非常庆幸 与张冠雨一战士得到了那颗霹雳邪火柱 论威力 霹雳邪火柱 比林明的雷火沙稍有不足 不过火宫那时候的护体真元 已经薄弱如指了 自然挡不住霹雳邪火柱的轰杀 武者到了宁脉期以后 身体强度不会变化太多 没有了护体真元 后天武者和宁脉武者的抗击打能力 基本是一样的 这个人为什么要杀我 他寿命于谁啊 欧阳迪华 或者是联合商会 林明回想自己与秦子牙的见面过程 笔落的幻书太精神 声音容貌气质甚至是体味都完全一致 饶使林明的感知力比同级武者强得多也无法识破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林明总觉得当初面对秦子牙的时候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那只是一种直觉 刚才经火宫一提点 他却猛然意识到自己忽视了什么 那就是 秦心 秦者的秦心就如同武者的武道之心 是本心意志不可动摇 第一次见秦子牙的时候 林明从他身上感觉到一股无形的正气 仿佛发自他内心 那正是秦者的秦心 而第二次遇到秦子牙 虽然他容貌声音气质都没有任何问题 可唯独少了秦心 哦 原来如此 那个秦子牙是别人假扮的 这是什么一荣术啊 能逼真到这种地步 敢假扮秦子牙 他必定知道秦子牙已经离开了七玄五府 否则借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 秦子牙行踪飘忽不定 联合商会没这个本事探查他的行踪 那么除非是七玄五府的高层 比如欧阳迪华